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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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不觉得新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最兴奋和开心的 那当然应该了 尤其是新春期间 如果生孩子应该开心 很可惜有些人 生孩子或者女儿不合他心水 又觉得很失望 那就不应该了 是就是 但是最近不是说有些方法可以控制生男生女的吗 那也未必 如果真的不成世界 自古以来都很多人用尽方法来希望选择生男生女 但是还未成功 当然大家可能听过说 有些方法可以七八成机会的 那也不要相信 因为这种方法是未经过科学证明它有效的 那究竟 那个胎儿的性别是怎样去决定的呢 我们请罗医生讲解一下 好 其实一个小孩儿的性别的决定就是 看看他身体里面的其中一对的染色体 究竟是XY还是XX 如果这对染色体是XX的话 那个小孩儿就是女儿 如果是XY的话 那个小孩儿就是男儿 那在受精的时间 卵子就有一条X的染色体 那个精虫是带着一个X的染色体 那就是说第一个小孩儿就是XX 就是女儿 如果那个精虫是带着一个Y的染色体 那个BB仔将来就是XY 那就是男儿 罗医生 那有人说 如果想生孩子 丈夫要多吃点菜 如果想生女儿 就要多吃点肉 不知道对不对 在这个民间流传很多这些食疗 说吃某些食物会生男或者生女 那这些其实全部都未经过科学的印证 大家要记住 你用任何方法去企图影响生孩子或者生女 你都有50%的成功率 因为你不是生孩子就是生女 医生牙史面上 现在有一种商品 它就说可以根据月经的周期去计算出一些日子 可以容易生男或者生女 那是根据什么原理呢 相信它的原理就是说你配合排卵时间 因为认为如果排卵的时间 行房生男的机会会高些 而排卵之前行房生女的机会好些 但就算你知道月经的周期 你未必知道排卵的时间 当然特别的试验都可以 最重要是知道 这个不是这么靠得住的 那当然呢 卵子精子寿命是一两天的 如果要受孕成功 然后排卵的时间 前后那几天行房才可以呢 探体温 是其中一个计算月经周期的方法 当体温 由最低 升到最高中间那一天 就是排卵期了 那在这一天 如果有性行为 成人的机会最高 而成人的话 得到男婴的机会 也会稍微高一点的 医生啊 我想问呢 如果有些夫妇 没办法生到BB的话呢 应该要看什么医生呢 大部分的人 都会先去看妇产科医生 因为很多时候 就要看看女性那方面 有没有问题 看看她有没有排卵 看看她的舒卵管有没有塞 那妇产科医生 很多时候就会叫她 探一下体温 有时候会照舒卵管 或者甚至做一个 叫腹腔镜的手术 就在个肚子那里 开个很小的伤口 放一个腹腔镜 进去腹腔里面 看一看她的子宫 舒卵管 卵巢有没有问题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她不育的原因 是因为男方那边有事的 那如果我们发觉 那男性的精虫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推介 那个男人去看看 所谓备尿科医生 那看看她的膏丸 和看看她的精虫 有没有问题 香港大约有百多万对已婚夫妇 估计其中有十万对夫妇 即是一成左右 是不能生育的 根据统计 引起不育的原因 男女各一本 而其中有十分一左右 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人工负助寿人 就可以帮得上网了 接受人工负助寿人的妇女 打针催生卵子之后 卵巢会有多过一个卵子产生 等卵泡成熟 医生会进行采卵 交给实验室检查 然后妥为保存 而丈夫也将精液交给有关的技术员处理 要增加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机会 技术员会数一下精子的数目 将大约十万条精子 加在每一个卵子上 即是说 人工负助生产的BB 因此是可以完全由亲生父母为存的 好了 如果卵子和精子成功结合 经过两天之后 胚胎就会分裂到两个至四个细胞 当时医生就会将胚胎放入准妈妈 生殖器官适当的位置里面 而为了增加胚胎植入子宫壁的成功率 医生通常会放入三至四个胚胎 这个亦是为何人工负助生育 会诞生比较多伤胞 甚至多胞胎的原因 至于有些男士的精子质量不足 例如正常的精液每毫升有精子 四至六千万条 质量低的精液里面 精子就寥寥可数了 现时本港的科技 已经发展到可以将这些 虽然少量的精子捉住 又用仪器吸着卵子 然后将精子直接注射入卵子外壳 那就大大地增加受精的机会了 医生 医生想问 长期食用避孕丸 会不会导致不育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观念 很多人以为吃得病院吃得久 以后就不能生 其实我们在科学上 我们知道 绝大部分的人 在停了病院之后六个月 他那个生殖的机能 已经回复正常了 所以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 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小产 小产的意思就是我们说 怀孕七个月前产出来 而事实上 很多小产都是最初怀孕两三个月的时候产出来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胸胎不健全 一旦造成已经不妥了 那就迟早会出血了 会流产的 其他小见的原因 好像宫颈不健全 或者荷尔蒙缺分 这些都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说见到有些人 好像跌一跌就会小产 其实原因都是胸胎的问题 不是真的轻微碰撞的 医生请问你 听老人家说 如果有了BB 就不要吃些生懒的东西 西瓜或者蛇 到近山的时候 就要吃些绿豆 和田冠草去清热 是有没有用的 那如果你说生懒的食物 可能怕它不干净 引起肠胃炎 那也不一定 但是让食物都可以吃 至于到临近生产 有什么食物又有帮助 事实上是没有的 医生 我在这段怀孕期里面 经常腰骨痛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低它 怀孕期腰骨痛 也是很常见的 主要是因为身体里面 荷尔蒙变化 令那些腰骨 骨与骨之间 那些折就松了 和那些筋 又比较松了 那你稍为 你起居的方式 不对 就很容易腰骨痛 那我们看看 比如说 好像这位观众 他坐得很舒服 现在 但是对腰骨就好不好 因为腰骨没什么支撑 平时没什么所谓 但如果是怀孕 腰骨就会痛 我们试一下 试饭 坐直一点 坐直一点 那条腰骨就有支撑 如果你家里的椅子 是没办法令你这样坐的话 最好放一个扇子 或者放一个扇子 在后面 让腰骨有支撑 那就会好些了 那我看看站的位置 或者请观众站起来 给我们看一下 很多人托嬷嬷的时间 站的时间 就突起这个肚子来站 因为这样就比较容易 因为有个大肚子 其实这样对腰骨好不好 所以我们最好站的时间 就是缩一缩肚子 缩一缩肚子 缩一缩腰 那么腰骨受的力就没那么高了 那我们试一下 又示范一下平时起居 拿东西是怎样 你试一下拿这些东西给我们看一下 那这样拿东西的方法 那条腰就很受力的了 所以正确的拿东西的方法 就应该是蹲下 屈起其中一只脚 或者两只脚 然后呢 你拿起这些东西给我们看一下 用脚的大腿的力 那条腰伸直这样 这样拿东西 那这样对腰骨来说 就比较好些 有些保护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放下 那当然呢 另外就有些产情的运动可以做的 生仔生女 是不是从面上可以看得出呢 就是生仔 是不是皮肤粗一些 还有鼻子大一些呢 而生女呢 是不是皮肤滑一些呢 还有 是不是生仔生女 和荷尔蒙有没有关系呢 我想问 其实呢 就驼仔或者驼女呢 你身体里面的荷尔蒙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根本上 体面上呢 是没有可能看得到 究竟你是生皮小男仔 还是生女仔的呢 那比较准确的方法 就是男仔女仔呢 就是可以用所谓的超音波 在适当的时间做超音波 和有经验的人去看呢 准确程度都挺高的 按照超音波 可以监察婴儿在母亲体内的大小 和位置等等 对于婴儿的头、手、身、脚、肋骨等等 也可以清楚看到 又譬如 如果有需要检验胎儿的染色体 医生也可以利用超音波 避开胎儿所在的位置 在羊水最多的地方 抽取羊水 当然希望顺铲 顺铲 顺铲 我想开刀 人家说开刀没那么痛 因为我生这个顺铲很痛很辛苦 当然顺铲 最好就是顺铲 大多数医生和铲妇都期望顺铲 如果一切正常 通常都可以经陰道铲出 第一铲程, 子宫颈张开 第二铲程, 婴儿头铲出 接着就是身体了 有时候, 子宫颈已经开了 有些原因阻碍婴儿头铲出 医生就会利用真胸吸引术 利用真胸原理吸婴儿出来 那婴儿头会有水肿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 婴儿出生之后 护士会用吸管吸去鼻腔和口腔的黏液 剪持带 以及打一种维他命K1的针 帮助婴儿血液容易凝固 李医生 其实顺铲是否真的可以 让铲腹快点复原呢 可能有点分别 但是就算现在 腐腹铲也很容易复原 一样是几天后就回家了 当然, 如果顺铲 可能他早点起床 行动方便一点 是啊, 如果喂人奶的话 那就方便一点 因为如果你是开刀的话 你可能有两三日下不了床 那可能喂宝宝的时候 就没那么方便了 但是顺铲很痛 每个人都说爸爸 初胎的铲腹生完 就当然说不再生的 是啊 但是到大那些 那个铲子又可怕又活泼 那他又会再生的了 是啊, 其实都有很多止痛的方法 例如播一些轻音乐 去减少那个痛苦 打一些止痛针 或者闻一些气 一些俗称笑气的麻嘴气 闻了的话就少点痛苦 是 就算在铲前的时间 都可以学习一些呼吸的动作 可能有些帮助 但是很可惜到铲腹一作痛的时候 他就可能忘了怎么做 现时有医院利用暖水帮助减痛 产妇在暖水之中代产 水的温度和压力 都可以减低痛的感觉 这个方法要注意的是安全和卫生 好像水温要保持在涉事三十五度左右 而且也要按时拿水的羊本去化炎 水可以令到背着肌肉或者神经骨 可以令到病人松弛 而且暖水令到肌肉可以减轻一点 而且在调查的显示之中 嬰儿就没有那么多用钳子 或者用钳子来出生的 机会减少很多 很多孕婦就以为很麻烦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很简单 他只要上来 在床那里 医生就检验他 他的子宫开了多少度 就可以下水了 我们想听他的肚子 他只要站在水上 或者打折在水上 我们用这个听寶寶的机 听一下就没问题 每半小时我们就做一次 另外一种 是脊柱下部注射止痛剂的方法 也会利用来止痛 毛痛分娩就是我们麻醉科 所谓脊硬膜外腔的麻醉方法 平时我们所认识的 就是比如说 安陶洛气体的吸入方法 那不好处呢 就是说他的效力不是很强 在一大部分的病人 就觉得他的效果是不够理想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麻醉震痛药物 就是妈啡之旅的药物 那这些药物用的 比较安陶洛气体是好的 就是他的震痛效果是强很多 那但是呢 不好处就是因为 他会影响那个胎儿 那个BB 会抑制那个呼吸的 那所以在近就来出生的时候 就不可以用了 那但是就来出生的时候 就正是那个妈妈 最需要震痛的时候 那变成的效果也不是那么理想 所谓的毛痛分娩 就是用局部麻醉的方法 令到他没有痛的感觉 那药物本身也不会影响到婴儿的 那所以呢 可以一路由头到尾都可以用 那可以甚至做生产完之后呢 红针的时候都可以用 麻醉丝首先在脊柱下部 放置一个药物的入口 然后可以按照铲库的需要 在不同的时候注入适量的麻醉药 我这个方法呢 就只不过是影响下半身的 那就是说人还是清醒的 那尤其是呢 如果我们的药物的分量 和这个浓度控制得好的话呢 那就可以仍然有些少感觉 是知道子宫什么时候收缩 就算不知道也很不要紧的 因为医护人员可以和产妇配合 知道子宫什么时候收缩 可以呢 是教个人妇是用力的 医生呀我想请问一下呢 胎儿的位置不对 是不是不可以顺铲的 那就不一定的 你要知道正常的胎儿位置呢 就是头向下的 那就算头向下都要它屈曲得好啊 那个骨盆够大才可以自然铲出 如果调转头是脚出先的呢 那个胎儿危险的大很多 可能窒息啊 可能生产时受伤啊 那所以如果随便一样都很顺利 如果就做火腹产术的多了 那至于如果那个胎儿是打横的 在肚子那里 那它就不可能经过骨盆 那一定要开头拿出来的了 医生请问你 产前检查验尿是验些什么呢 通常我们产前检查验尿呢 就是验一下第一 看看它有没有蛋白尿了 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质的出现 亦都是验一验呢 有没有糖分在那里 看看有没有所谓糖尿病的出现 如果验到有糖尿或者蛋白尿又会怎样呢 如果验到有蛋白尿来说呢 就有两个可能性了 一个可能性就是 会不会是它有尿道发炎呢 那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看看有没有发炎的症状 那如果是没有发炎的症状 我就要看看其他方面有没有血压高啊 水肿啊这样 看看它的神的功能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验到尿里面有糖分的话呢 它就未必一定是所谓糖尿病的 就要进一步验一验血了 抽些血 验一验 血里面的糖分有多高 才决定这个产妇呢 是不是糖尿病的 医生又想问生完之后 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喂人奶呢 其实呢就没什么准则的 就有些人生完很舒服的 可以生完之后呢 一分钟就可以喂人奶了 不过有些人生完之后呢 可能说伤口痛啊 或者它那个下不了床啊 暈啊这样 那可能要等一两天呢 才可以喂人奶了 那其实最初那两天 虽然乳质分别很少 但是这些初乳都很有用的 因为它含有很多这些抗体 可以抵抗感染嘛 那如果不够奶那行吗 不够奶呢 有两方面要注意的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不够奶 就是因为它休息不够 生完BB 因为臭BB呢 就太辛苦了 那时候那些奶相都没那么好 那所以第一方面呢 就最紧要有足够的休息 那第二呢 身体的水分要够啊 要喝多点水啊 喝多点汤啊 这样呢 是等身体水分多些呢 那些奶汁呢 又会多些的 生完之后 什么时候再要避孕呢 那生完之后呢 通常我们说 六个星期就需要做产后检查了 那产后检查 若果是让到正常呢 那就可以恢复行房的了 那但是要知道啊 在于第一次月经未来之前呢 它都可能已经有排卵了 那所以由六个星期起 产妇就需要做避孕功夫的了 有时呢 我带BB去检查了 那我见到那些医生呢 是这样没有那些BB啊 那会不会弄傷她的骨呢 那几个人 大家不用怕了 因为呢 我们要检查初生的婴儿呢 就最重要是看她的骨有没有东西的 看下看那些关节有没有东西啊 看下她那个脚 那个大腿骨呢 有没有松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是要好像很没有BB那样没有的 我们很小心 绝对不会影响那个BB 新生儿出院之前 医生都会做一个全身检查 包括观察外表 和活动的情况 检查部分 包括脑前腔压力 头胃大小 摸腹布来观察肝、皮和腎 另外也要检查生殖器 又要看看 宽教骨有没有脱落的情况 亦会用听诊器检验心脏和肺 最后还要看脚骨和BB反应等等 这次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又到李医生和我们讲讲病人权益了 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病人有权知道 你医疗保险里面保单的内容 现在越来越多人买医疗保险 其中有一些字仔很小的 那你真的看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向医学会查询 请いgehrete 并认真好 洗肌头 可以使用 清除化 譬如不良 倒昂 我們會個別通知得獎者來領取獎品